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人 是你啊 来 师爷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法超梦子 一百遍 还罚超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装了 是可爱值吧 装什么装 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 我怎么了 我 我装什么了 你干吗 跟我出去一趟 韩十一 你到底想干吗 我都知道了 你的秘密 我 我哪有什么秘密啊 拿着 你看 你看 刺激果然一样 怪不得之前总是跟红儿和卵儿在一起呢 原来是这样啊 写得不错 你写的 写的什么呀 瞧瞧啊 一点梅 你还不承认是不是 红儿都告诉我了 笑话 我乃是当朝堂堂丞相之子 怎可能是一点梅这种 如此有才华的江湖戏先生呢 你说话就说话 扔什么扔啊 哼 看见了没 红儿送给我的香囊 他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就是一点梅 不过 你也不用难受 也不用不开心 反正面对喜欢的人吧 谁能保守得中秘密啊 你说对吧 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人 是你啊 是 喜欢我 王儿 王儿 韩石一的告白 怎么会让你心跳加速呢 他 明明是你笔下的人物呀 难道 我喜欢上他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错觉 错觉 什么错觉啊 没什么 一点梅 你那个画本 我看了前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越看吧 越觉得这个女主角有些熟悉 画本的名字起了吗 看着她的脸 为什么我会觉得紧张到无法呼吸呢 我问你画呢 后面打算怎么写啊 韩石一 你不是喜欢我的画本吗 要不这样 你以后别跟五皇子了 跟我吧 又轻松自在 又能有画本随便看 多好呀 你怎么不学好的学坏的呀 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你呀 还是朗朗实实喜欢你的姑娘去吧 我呢 韩石一 还不上车 不上车 殿下 殿下 天下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烦心啊 你就那么喜欢一点梅吗 喜欢 你要是女子你还喜欢吗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是女孩啊 我说如果 如果的话 这一点梅 画本写得那么好 说明他非常有才华哦 他感情戏又写得那么细腻 那证明他很懂女人的心吗 这蛮负财情的暖男 应该每个女人都会喜欢吧 不过 这一点梅这么神秘 谁知道他姓甚名谁 长什么样子啊 再说了 他千般好万般好 与我何干啊 我又不是个女子 那你今日羽毛终欲 勾肩搭背 成何体统 我们两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殿下 咱们俩不也能勾肩搭背 这 殿下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嘛 不要对我用情太深 咱们两个喜好不通 没可能在一起的 你还是放弃吧 你呀 好好找个姑娘 相夫教子的过日子 行不行 你不知道你 走吧 真的 那我走了 殿下再见 我该拿你怎么办 好 谢谢观看